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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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河三地间游击 以第714团监视洋区方面的日军 配合第120师主力行动 3月7日 第359旅 首先围困近战可兰县城的 一千多名日军 日军连遭困扰 无法立足 遂于3月10日 启程北撤 在三井镇北歼一步 残步向武寨退去 武寨城池坚固 无力强攻 第359旅 以少数兵力围困 主力集中于武寨 神池间待机 17日 第358旅 在疫情以南的湖北村 与神池出源的日军遭遇 大陆军居高临下发起冲击 歼灭日军三百余人 残余日军退回疫情镇 同日 三岔部出源武寨的日军中途被击溃 至此 武寨的日军 完全陷入孤立 二时 河区 偏关 保德 及武寨的日军 同时东撤 在田加巴 凤凰山 各备尖一步 最向神池撤退 八路军尾追到阳口西南地区 23日 收复神池县城 4月1日 有收复宁武县城 八路军120师 在二十多天的反围工作战中 接连收复被日寇侵占的七座县城 在中国抗战史上 写下精彩一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